因為他是朋友介紹的 然後我想說 醫生應該會有一些品格吧 對 我第一次跟他出 自己先講 我第一次跟他出去 因為我沒有見過這個人 第一次跟他出去 他開始來載我 然後我們去吃了晚餐 他帶我去吃了憋血 喝憋湯 憋 其實是怎麼樣吃的 也是有點 對 然後我要回家了 結果他就載我到我家門 就是樓下 我正要打開車門的時候 你知道他那個從駕駛座 我就用手這樣撈過來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往這邊走 他就直接狂吻我 好 剛剛王醫師說 他是鋼鐵直男 這個喜歡慢慢來 不過君君你遇過另外一個醫師 骨科醫師追求你 那個經驗你覺得很糟 因為他是朋友介紹的 然後我想說 醫生應該會有一些品格吧 對 我第一次跟他出 自己先講 我第一次跟他出去 因為我沒有見過這個人 第一次跟他出去 他開始來載我 然後我們去吃了晚餐 他帶我去吃了憋血 喝憋湯 憋 總之像吃的也是有點 對 然後他叫我 把那個憋血喝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 就我不敢 可是我還是硬著頭皮 就是不想掃興 對 所以我就喝了 然後就是就這一餐而已 我就覺得差不多很晚了 我要回家了 結果他就載我到我家門 就是樓下 我正要打開車門的時候 你知道他那個從駕駛座 我就用手這樣撈過來 然後我就 我就會 我就會往這邊走 要幹嘛 他就直接狂吻我 你知道我 他那個 他的手架在我脖子上 其實我是沒有辦法動的 可是他就一直瘋狂 我的手就一直就是擋 我就很 這已經暴力了耶 對 非常不OK 而且他親很久 親很久 對 因為他是骨骼醫師 所以我根本推不開他 他知道骨骼哪邊可以卡住 然後我就 那時候就 很過分耶 對 我當下就是離開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我們第一次出去就這樣子 你不怕我們不會有下一次了嗎 他回我說 如果這次不這麼做 我就沒有下一次了 天啊 這完全不尊重人 都可以報警了 我嚇到 對 真的可以報警 這性騷擾了 對 之後對醫師的印象有點差 沒有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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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這個太急了 對 不行 這不行 這比那個 躺大腿還over 這個完全 GG 完全不行 王一熙你曾經很認真 做一個女生 一個空姐 你們還一起去日本 都去日本玩了 應該搞定啦 我也是這麼想 那總是他是一位空姐 他是 甚至到事務長等級的 就最高等級 那見面認識之後覺得 這是一個不錯的朋友 我跟他交朋友 大概交了 五個月 然後有一天 我就忽然間覺得 我滿喜歡他的 真的很喜歡他 因為我是比較慢嘛 OK 後來我就直接約他出來 聖誕節約出來 然後跨年再約出來 就我出來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就要追他 我直接跟他講 但他說他跟前男友之間 好像還有一些事情 沒有釐清就對了 我說沒關係 你慢慢來 你處理好之後再說 我沒有關係 然後就這樣 我就開始跟他相處 因為他在臺灣時間也許不多 只要他有空 我有空 我們就會見面吃飯 甚至假如吃完飯之後 冬天嘛 十二月 一月二月冬天 那我們就在家裡看電視 什麼的 他累了睡一下 我也覺得還好 那我都會送他回家 而且他也從來沒有說 他就要直接過夜什麼的 他早上如果是五點多 要到公司的話 他要從家裡去坐交通車 然後再到南坎 所以我希望他睡久一點 所以我去他家載他 送他上班之後 我再回家睡覺 南坎耶 對 就是從我家 從東區到士林載他 再送到南坎去 然後我再回家 我再睡一下 然後再上班 很用心 但是我們一直都沒有進展 就是一直都卡在那邊 直到三月多吧 他跟我說 我想去日本看花 你要不要一起 這很好的一個信號啦 對 我內心放鞭炮 開心得要命 我還跟老闆說 老闆一定要准我假 他說我們不行 沒有 不能放那麼多天 我說不行 這是關係到我幸福 一定要放我假 老闆又說好啦 你去 然後我在訂機票的時候 我還問他 因為我以為他們 他是事務長 他換票可以到商務廠 那我為了要跟他做一起 我說那我買商務廠好不好 他說可以啊 你買商務廠 結果到當天我才發現 員工他們員工 只能坐經濟廠 除非經濟廠全滿 他才會擠到商務廠去 那我們飛機上 不就是各做各的嗎 他說沒關係 你去 你去商務廠 好 OK 那上飛機的時候也是一樣 他就跟我分開上飛機 下飛機之後 他也沒有等我 他就直接去拿行李 直接去海關 對 然後到了日本當天 他訂的飯店是兩個小房間的飯店 很小很小那一種 煙味又很重 我就問他你為什麼要訂這種飯店 而且他 我是把我信用卡給他 叫他去訂的 他說還好吧 OK啊 好 沒關係 因為我們第二天要去富士山那邊 河口湖 那個飯店很漂亮 剛好針對富士山 我心裡想我們今天總算有機會 可以好好聊一下 我們之間的關係 後來我們吃完晚餐喝完酒 回到房間 他就說他要先去洗澡 我說好 去 等他洗完之後 我就用最快的速度 應該十分鐘就出來了 想說好好聊一聊 結果我一出來的時候 他就躺在榻榻米那邊 被子整個蒙起來 然後就像一座墳墓一樣 在那邊 動不動 衣冠走就對了 我明白他這個樣子 是不想被打擾 所以那天我整晚沒有睡 我到早上四點多 天微微亮的時候 看到富士山覺得哇 好漂亮 但我很難過 後來接下來兩天 三天 我們行程遊走 但是基本上沒有太多的互動 好可惜喔 兩個都去完了 對啊 然後也是鬧得不愉快 後來回台灣之後 我們各走各的 就是我坐車回家 我手機響的時候 上面寫的訊息是 謝謝五天招待 因為他 我 我們在那邊花費的錢 就是日幣 是我換好日幣拿過去的 等到全部花光之後 他可能用信用卡 就是買了一些他的東西 所以就是我 花了機票 飯店 然後那邊所有的花費 然後最後他說 謝謝五天招待 然後過沒幾天 他又說 他覺得我跟他在一起不快樂 他叫我找一個 可以讓我快樂的女生 那我當然聽得懂 我就問他 你是什麼時候發現 我們不適合 他說可能大概三四月的時候 我說三四月你就發現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日本 對嗎 結果他指揮我說 那是已經訂好的 就這一句話 然後到這個時候 我才徹底的覺得 算了 這個女生 應該就真的非常不OK 而且他後來也就把我封鎖掉 就消失不見了 為什麼最後會有 這樣的一個結局呢 天安你怎麼看 很好玩 說不定你很好 然後他的前男友 比較沒有那麼好 他周圍所有的姐妹 家人 你知道認識他的人都說 有眼見都會選他 你就會不自覺的好像覺得 我好像要試試看 所以會不會在中間的過程 他還是持續的在想 我要不要試試看 但人有的時候就又會覺得 我就是喜歡男的不壞 女的不愛 或他就是某個點中了我 然後我覺得可能女生 在中間是有掙扎的 甚至會有一些 會什麼說服自己說 我只要出去旅遊一下 我就會真的很確定 那他也可能就是 在旅遊的要出去前妻 就好了 我承認 我可能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很多時候自己想要的對象 不一定跟你周圍的人 覺得是好對象是一樣的 對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 然後你又對他很好 你剛剛也說了 你又接送 然後又 他又可以在你家 看看電視什麼 我覺得那不是 塗你什麼太多的東西 可是就是在你旁邊 老實說真的是一個 很舒服的生活 好像是有腦的 都不應該要放棄這麼好的 這麼帥的男生 這麼好的 這麼舒適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他自己的 這種小掙扎吧 所以也覺得最後一定要來個 你知道一定要完全斷掉 可以讓自己死的這條心 而且我覺得比較可惜是 他們在日本 然後後來幾天是滿疏離的 都已經去兩個就撩開 可是我們他問了之後 接下來兩天會更辛苦 特別就分開走啊 我常常都說你最早的情況 就是沒有 如果都是沒有了 你為什麼不把他問清楚 你心裡也不會有疙瘩 你也不會想那麼多 如果我待會剛剛再努力一下 或許事情就改變了 對 因為是真的想要認真交往 所以就很真誠直接的 把話講開了 我覺得這樣雙方都比較不會 有遺憾或糾結 好 王醫師 你現在對感情的想法是什麼 經歷了這麼多之後 我覺得個性最重要 然後我覺得外表這東西 不是什麼大重點 你自己可以改嗎 真的 想要什麼樣子都可以 對啊 我覺得這個人 我要跟他相處得很舒服 很自在 其實我們這邊沒有話講 我們不可能一整天聊天 但沒有聊天坐在那邊 也就是很自在 不會讓我覺得有壓力 或是不自在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其他就是附加的而已 其他就是附加 附加蠻多的 一六八到一七二 要蠻高的喔 因為我小時候很奶 我到國中畢業的時候 不到一百五 所以在那個時候 我可能開始私春期 不對 青春期 開始喜歡女生的時候 我就喜歡高的女生 那一直到現在 我是偏好 但也不是一定要這個樣子 OK 好 聰明不要太笨 醫生要聰明 到底要多聰明 我覺得還是要有些 基本常識 我覺得 誰沒有基本常識 這很難說 但因為我的生活當中 會接觸各種不同的人 朋友也好什麼 但有時候他們問的問題 我會 我忽然間覺得 你真的有念過書嗎 那種感覺 完了 OK 那也想結婚生子的 對啊 我覺得 我常常看到 像我妹妹生小孩 我外甥很可愛 長得很像我 每次看到他 我就覺得有莫名其妙開心的感覺 OK 我覺得總有一天 我會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小孩 所以我 我也有遇過女生很不錯 但他會說 他大直不生小孩的 對 我覺得這個 可能還是要稍微聊清楚 然後有自信 可整形 但沒有容貌焦慮症 因為有職業關係 太多人問我說 你能接受另外一半整形嗎 我覺得整形不是壞事 但如果你今天是 你會說不啊 如果說不的話是怎樣 老闆就不給他嫁了 就是打自己嘴巴 但有些女生 她會不斷地 覺得自己不OK 永遠都不滿足 永遠都覺得自己難看 然後一直想要做 些有的沒的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沒辦法 就是VIP客人 網醫師就沒辦法了 對啊 他是我們的醫師父母 但... 對啊 這太累了 我能想像我們在一起之後 我常常每天會面對的問題 就是你覺得我哪邊要做什麼 你能不能幫我做什麼 我覺得這都是雙方 緣分很重要 只要兩個願意一起 彼此去適應跟磨合經營 往前走的一定有的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